表單,各位可以參考一下雲端上面這個畫面 你可以 大概以這個底下這個,當成是我們要做的好了,一個Sample 裡面大概就是 一個表單大小,大概長這樣子 習慣上是從 外面 一直往裡面 由上往下 由左到右,反正就是,不過這個是上下,所以由上到下 那我先做一個動作,第一個呢 切到Visual Basics裡面 按右鍵 插入什麼 制定表單 OK,第一個 因為表單怎麼做出來,基本上就是從這個開始,制定一個表單 那表單他就彈出來這個東西啦 那這個叫表單,裡面要怎麼樣設計,由你自己去決定 OK 那首先的話呢,基本上 當然我這個外觀,請盡可能參考這個,我們雲端上面這個好了 他的左上角 快速分類 顏色 淺黃色 OK,大概這樣啦 那裡面怎麼設定 第一個呢 特別注意,點擊他的時候,這邊應該有個屬性工具列,如果沒有屬性工具列 對,就把這個屬性工具列叫出來,下面這個地方 這個叫屬性工具列 不過他,他應該是放在下面這個地方 然後,他應該是可以把他把它黏住的 OK好,沒關係,可能是那個因為視窗大小的關係 好 好,那屬性工具列 好,那屬性工具列 如果是他名稱的話啦,你就 那個名稱點秀 指的是這個表單的name,第一個 第二個caption,這上面這邊有沒有 他的左上角這個快速分類 把這邊改一下 本來user form1 怪怪的 這個好,改一下 改什麼呢 就打一個 快速分類 Enter OK 那你會發現 他的 左上角名稱變了 第三個 顏色 那這個指的是他的底色啦 底色的話 屬性名稱 因為是英文的 所以你就 稍微拆一下,應該也可以拆得出來 他的底色呢 就是叫什麼 Back color 這個底色部分 前景的顏色就是Fall color 底下這邊 所謂的屬性 指的就是這個表單的外觀 其他雖然沒講到啦 不過如果各位有 想要變更其他的東西 自己再看一下 OK,那裡面的話 背景顏色我們改一下 改一下 改成那個淺黃色好了 OK,淺黃色出現了 所以基本上 我剛剛大概改了三個東西 1 這個 Home 有沒有 Name 2 改了一個 Caption 這個東西 那就是這個 3 改了一個 Black color 底色 三個地方 至於其他啦 如果你要改 就自己再去看 其實每個都有它的作用 只是說呢 細節部分有興趣的同學 再自己看一下 OK,第一個 外觀 先確定 第二個呢 就是放什麼 請選取分類項目 這個是一個Label 這個是一個 combo box 就是下來 這個是一個comment button 這個是 一個Label 所以呢我們 就是在這上面 點一下 請選取分類項目吧 那邊這個 然後再一個combo box 拉一下 然後再一個什麼comment button 放在這邊 再放一個什麼呢 最下面這個就是我們進度狀態列 反正先 放上去 再來一個一個 變更 那首先 第一個 這上面 我把文字 改過 那改過的話呢 特別注意就是改成什麼 這上面有一個 請選取分類項目好了 OK 那所以 記得改那個 所謂的caption 這個 這個上面的字 放 Enter OK 第一個完成 第二個字的大小 不對喔 所以 記得喔 字的大小是phone 點選了嘛 把字改成 大小18好了 OK 大小你自己決定 然後呢 它的字的顏色就是 前景顏色 改成什麼 紅色的 OK 然後這樣第一個就完成了 它的名稱其實不用變了 因為將來這個只是一個 裝飾用的 沒有特別的 用途 第二個的話 Label Label的話 基本上你也先不要動了 第三個 comment button 這個按鈕上面我們有沒有做什麼變動 裡面的話 確定 兩個字 所以你可以 把這上面呢 記得改什麼呢 改那個 caption caption這個 OK然後改成確定 好 那姿態小怎麼辦呢 一樣這裡 phone 把它改大一點好了 然後 顏色的話改成 紅色的 好 那這個地方 Label這個 這個特別注意喔 這個很重要 因為 將來我們會用的 改哪些地方 請特別注意喔 這個 改1 2 3 4個地方喔 OK 所以請照這個這個步驟來做 第一個名稱叫做pb Enter一下喔 那我是把它當progressbar 然後就是說寫是pb OK 第二個這個 在caption裡面的東西delete掉 Enter就好了 不要放任何東西 因為 我們不需要它上面有字 第三個是什麼呢 把它上面的顏色 那顏色的話實際上就是 更正一下不是for color 應該是bad color 把它改成紅色的 OK 第四個改什麼 wise 輸入200 大概這樣子 那不過會有個問題 200 那 因為喔 為什麼是200 因為剛好整除比較好算 那如果說你 輸入200之後發現說 寬度不夠 對喔 要不然就是 把它調一下 以它當機 以它當那個基準好了 你就稍微調一下 好然後 我們就調成200好了 類似像這樣子 OK 那至於說如果你將來 你希望能夠 調更寬 那你就更改那個 寬度 因為我要 更新的時候 我是算剛好200 如果你以後的 寬度 是其他的寬度 你自己下去調整 最好是一個整數啦 比較好算 OK好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完成一個 你執行它的時候 你會發現 出現了 不過現在什麼東西都沒有 按確定也不會動 為什麼 因為什麼都還沒做嘛 它只是一個 外觀上具備表單 的樣子 但是裡面的程式還沒撰寫 所以執行它 當然你除了按這邊執行之外 你也可以在 程序裡面呢 插入一個程序叫什麼 啟動表單 這邊有個叫啟動表單 然後裡面打 一行 程式叫 Home 點 秀 OK 那這個 Home點秀做完之後呢 當然 你也可以怎麼樣 增加一個按鈕 去把那個程序怎麼樣 叫進來 它叫啟動表單 裡面按下它其實就是執行行程式 就是Home點秀 所以你做完之後把它按下去 Home點秀 OK 那你可以怎麼關 這邊有個叉叉關掉就好了 但是目前還沒功能 所以等一下再來講 怎麼把功能加進去 OK那請各位 試試看這個部分 那 最重要要記得 就是說這個 按右鍵 插入一個 制定表單 更改幾個地方 包含就是這些 這些 畫面先換給各位 試一下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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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